嗨,大家好,欢迎各位来观看这一次的影片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皇室墓地的封印监牢 那要来到这里呢,就必须一定要从这个正门 然后打到这个皇室闪月地 打完罗雷塔呢,才能够在这个上方探索 我们直接开始 秋劲啊,有没有Boss能够撑得住我这把大剑的威力 十副白王 他打我不痛耶 哇,OK 原来是魔法 还是魔法打我比较痛啊 OK,慢慢来 来 用来的 吃了第一次就不会吃第二次了 OK 上去 这一次 来的 有没有 试了 寻思 试了 跟 有没有 从虚无空间召唤小刻陨石引发坠落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雷亚路卡利亚的东门 前面这个树林呢 大家已经看到了,没错 又是这个黑夜骑兵 在黑夜骑兵 感觉我下马打好像会比较好 我下马的话这个伤害比较高 OK 下去 我这伤害超高的 狩猎巨人 狩猎巨人 然后还有这个黑夜骑兵的 任吉 OK 没想到那么快就结束了 我这个大剑 最好就是下马作战 这个伤害才会超高 OK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 小黄金树 OK就在这边 他通常有小黄金树 就应该会有那个黄金树的化身了 那 击杀他的话呢应该会给这个陆滴 那我们直接 开始 是 我的天 手法居然 有问题 OK 这个应该是星红腐败了 的负面效果 我可以 骗他 如果 就是 下马作战的话可能会 比较高伤 有问题 这个并不是放法术 不是放这个 青红腐败的这个鬼东西 这样加速也达得到 哇 差点 这真的太夸张了我觉得 因為我剛才是有看那個加速 我想他居然可以跟得到這個速度 OK 騙他 這邊就不探了 OK 又要閃人了 最主要我是覺得他向前打的那個真的是有點誇張 只要打到那個馬肯定就是消失 就是這個 這個不能夠橫向跑 一定要往後走 要不然肯定會給他打到 我還以為他不會放這個追擊砲 好 OK 青鴻腐敗 又是 OK 還有橫向 這一下 就結束 哇 我可不想帶重打 穩點穩點 哇 差一點 掉下去 OK 我還以為他不會給露迪的 勇率結晶露迪 太火魄露迪 OK 那我們先往後走 剛好這邊有一個 目的 來看看 那個效果 OK 慢 這個勇率 能暫時提升精力的恢復速度 一個上限 一個恢復速度 這個是提升火屬性的攻擊力 OK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 小黃金樹 地下目的 OK 那這個目的不太難找 最主要是 進來之後 這上大門就 隱藏得 非常好 那個升降機 下面 還是 還會有這個路 OK OK 那一條路呢 就是通往這個BOSS的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來看看 誰 兩個貓咪 先把我的那個 赤火拿了先 先把這個近戰給解決了吧 OK OK 哇 我的天 居然不贏 被別開 這邊 這邊 先把這個 我的天 先把 魔法 先把 不是有機 這邊 再來一下 我的天 來不及防鬼 剩一隻就還好 我的天 每次都是來不及殺的 OK 結束 發狂藍瓜圖士兵的骨盔 OK 來看看 那個 藍瓜圖士戰 OK 第二牌 需要消耗110 的這個 活力 哇 這也太多了吧 比這個時間其實還要多 OK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 奇獵母廢區 OK 那這個 奇獵母廢區呢 有個地下室 有BOSS 看看是在打什麼 這真的是我的天 這是兩個 兩個藍瓜頭 不要這樣 OK 先把後面那一隻 碰掉 OK 剛好三千 解決一個 哇 居然他比我快 OK 最主要是這兩隻的血量都 比較少 三個三下 又掛 OK 來看看是被什麼 應該會給好東西吧 要打兩隻耶 炎面盾 OK盾牌 盾牌也不錯了 OK 你看看 過重 OK 先把我這把大劍弄掉 力氣44 應該用不了他的這個 哦 力氣不夠 但是蠻帥的 OK 那這一次的影片呢 就到這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各位拜拜 拜拜